是我自己奶奶的故事吗 仙子手织的毛毛还有围巾 我的奶奶我是我的 My Nanny 我的Nanny嘛 我就是叫她Nanny 她从我从小嘛 都是有她织的东西 她就是爱织 是围巾毛织啊 什么衣服 不只是我 她是她是我的妹妹 我的姐姐 我所有的表弟姐妹什么 都有一样的东西 她从那个我从小都有 但是因为我这边11年嘛 我说奶奶 我不需要你织的东西在台湾 台湾的冬天还是20度 那个在英国算是夏天的好天气好不好 她是那个跟她私讯的时候 她是说最近风很大 我知道那边很冷 所以就是紫衣写给你 我说奶奶 六月 我不需要一个帽子吗 她就是这个是她封的给我 哇 好可爱 好可爱啊 Nanny 她现在长得很像一个小警令 有没有 shut up 不是 而且她也不知道我们这边对颜色的一些注意 对 绿帽 绿色的 绿帽 但是我现在我的衣柜里面都是她指的尾肩 尾肩谁需要我们在台湾 还有这样的帽子 我有很多颜色彩虹的 我很需要 因为我头会冷 你给她戴 你戴 你带来看 其实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你可爱的 你的戴法就好美式 你戴还蛮好看的 好看喔 而且正像伯伯了 好看 是好看的对不对 我们黑人的 美国黑人的文化 真的是很传统的那一种 就是长辈讲什么你就要听什么 然后还记得 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我爸妈办了一个 那个25周年的经年日 那就是 那时候把我们就变成 我跟我弟 还有我哥 我们是班狼啊 然后我姐姐们都是班娘啊 就再结一次婚子 因为我是高中生嘛 那时候的那个 非常流行 就是男生一定会把头发长得很长 然后就给他把他变成 那个变子头吗 哦 变子头 对啊 那个 这个是我姿子的照片 然后这是我爸妈 他们四十 这是你吗 没有 这是我姿子 哦 这是他们四十年的中年日 那就是你看我姿子的头发是这样子 对对对对 都是变子头 你姿子跟你长得好像 很像吗 嗯 所以是你姐姐的小孩 这是我姐姐的儿子 对对 很像你 对啊 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因为我是高中生嘛 然后就是想说跟着流行 然后就做变子头 然后我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然后我第一次 就是给一个女生的同学 他就是帮我编好 然后我就很开心 很开心 然后就回到家的时候 因为我们全家的阿姨们 哥哥啊 兄弟 大家都是从美国一些很远的地方飞过来 我们这几天要一直拍照什么的 这个是不OK 然后想说阿姨不要这样子 她说你现在给她 带去剪掉我 哦 可是你好不容易留长发 因为我爸也要听我阿姨 因为她是 对她是大姐姐 大姐 那我爸也要听她 她也说好啊 那就是很难吃 然后就带我去把她剪掉 哦 然后我就想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这个头发连出来 那我第一次就是终于可以把她编起来 后来把她剪得很短 现在我想要留头发 我也完全没办法是不是 真的 我是现在 因为这件事情 我跟我的外公吧 就我妈妈的爸爸 就爷爷的关系也是不好 因为我那个外公的工作是 他是那个将军 对 他是比较高位的那个军人 军管 然后他因为他是将军那个退伍 所以他的要求是 我们家人的男生 一定要当军人 一定要当军管这种 规定 对 规定 他是这样子想的 然后他也是从小时候 一直跟我讲 秉秀 你是男生嘛 韩国男生 那你是一定要当那个军管的 因为我们那个表弟表哥们 全部都是真的是当军人 哦 对 他们 我就表弟表哥有六个人 他们五个人都当军人 那你们等于家族聚会 就很像跟在军队里是一样的 就是有一点像真的是军人 军人里面的生活一样那种 好可怜 对 因为他们就蛮有固执 然后就很多规定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后来他听到 我要来那个台湾念书 然后他就觉得很傻眼 你干嘛不听那个爷爷的话 然后你又去很奇怪的国家 然后又要读书什么 一直骂我 很奇怪的国家 因为他觉得 因为那个爷爷觉得是 他觉得就是我们 不是在国内读书 他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就是现在 我就真的是当老师以后 我现在过去找他 他还是有点不离火 好难过 我觉得 长辈的愿望 对啊 我这种叫做妈妈觉得我瘦 妈就会觉得 我太瘦要帮我补 但其实我觉得我算是正常 然后我妈就会一直 煮各种不同的拿手菜 比如说她最厉害的拿手菜 叫做 中国猪脚 他就会一直跟我说 我跟你说 这个呢就是养颜美容 然后呢就都是胶原蛋白 你看妈妈都吃这个 皮肤这么好 她是真的蛮好的 但是 体型就稍微 哈哈哈 比较 比较宽服 宽服 对 伏太一点 伏太一点 猪脚这种东西对女明星来说 就是可远观不可屑外 对 是杀手 可是呢我最近有在药妆店 发现一个法宝 就是它 韩国最新的体态控制配方 PS奶昕 然后呢这个怎么喝呢 非常的容易 这太有名了 就是用这个shake杯 是不是很可爱 然后呢 shake八秒 就可以喝 这草莓口味吗 是的 这个是草莓优格口味 它里面就包含了像草莓多酚啊 维生素C啊 这些就是帮助你养颜美容 可以飘飘的 是 那里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 是那个 植物性的高蛋白 有在运动这些男生 明明都会知道 它就是可以维持你的肌肉 里面还有像是 专利的藤黄果啊 魔芋啊 还有乳酸菌 这些都可以提升 比如说你的饱足感 营养 还有让你可以很窈窕 厉害的是这一包里面啊 只有100卡 这么少 对 然后大家都知道 她最近很火红 讨论度非常高嘛 因为国民姐姐谢金言也在喝 那我自己喝会怎么喝呢 就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现在很多的各种饭局邀约 就是身边的朋友们都会想说 要请我吃大餐啊 或是妈妈就会要做很多 就热量很高 或是她的爱心给你 那我就会在 比如说要吃饭之前先吃 让你提升你的饱足感 亦或是 比如说我中午吃完大餐之后 我就让我的晚饭 让她取代我的正餐 或是一些高糖的饮料 因为她喝了之后有饱足感之外 又甜甜的 让你觉得好像有喝到甜甜的 让心情好好的感觉这样 所以平常是这样喝的 其实说真的要维持好身材 真的很不容易 我们这种有的时候有典礼啊 有活动啊什么 我基本上大概前一个月 什么都不能吃 像最近那个金钟奖刚结束嘛 金钟奖前如果有碰到中秋节 今年是没有 但之前只要碰到中秋节 我永远就是什么都没有吃 而且就是跟大家一起烤肉哦 大家都吃烤肉 烤肉夹吐司 然后烤这个烤那个 好开心 然后我就整顿晚餐只吃了 一条丝瓜 而且没有调味 就只吃了一条丝瓜 你下次就可以喝它 对啊 算是太辛苦了 你这种年纪还要顾代谢 其实像我们这种 就是已经生过小孩代谢更慢 我要减肥嘛 然后就是吃过吃那个 Ketogenic diet 就是基本上 生酮饮食 对啊 基本上就是吃很多肉 然后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没有瘦 我反而就是肥肉变多了 因为太高热量了 你是不是有吃香菇跟海鲜 对 分成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做这种东西不太对 我是在韩国听说的 有一个我们永运的一个艺人 就是波阿 是他因为是不想要变胖 然后他好几个月吃那个 用水煮的那个海带跟辣椒酱 这两个而已 真的几个月一直吃 只吃这两个 对 只吃这两个而已 然后他是因为后来是因为 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营养啊 对啊 所以他就真的身体变不好 这超糟糕的 对 他等于完全没有任何蛋白质 而且太痛苦了吧 心情好糟 而且我觉得因为一直在这种 控制体态的路上 你就是一直要忌口 然后忌口会让心情很差 而且因为控制身材 控制体态 我就一辈子你都没有办法逃过这件事 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有足够的营养 不要有过度的饥饿感 因为我觉得在维持身材的时候 如果你有过度的饥饿感 其实很伤身 然后也不会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会忧郁 对 然后另外就像你要提升你的代谢力啊 然后还要保持足够的营养 我觉得这是很多多重方法这样 然后现在呢 他这个奶昔有出这个盒装的打开 Bout to slim 是的 然后打开 哇 里面有什么 啾啾 有看到吗 它里面 对 它里面有四个口味 然后呢 还有一个shake杯 像是我可以把它里面 这我们第一次看到耶 好漂亮喔 里面啊 你看颜色很可爱 很少女 就是大家看了就心情很好 我可能今天那个有粉红泡泡 我就喝这个水蜜桃鲜果口味 就是你可以应精的心情而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就是控制体态的同时 除了要顾到营养 顾到代谢 还要不能辜负妈妈的爱心 对 让妈妈不要伤心 但是又可以 不要忌口为止 好体态很重要 真的 儿孙自由 儿孙福 我们关心的这些亲爱的长辈们 放轻松一点好吗 没事啦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我们二分之一强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